你吃这个 这太好吃了吧 这 这个有秘方吗 太好吃了 可不可以把秘方告诉我 苏小姐 你是想要这个秘方 做给她吃吗 不是啊 让我爸做 学了做给我吃 好好好 你吃我的 我没动 我就不吃了吧 我突然没什么胃口了 不吃啊 那我吃 别浪费了 好 苏小姐要是不够的话 我这还有 来 都是你的 好 有甜品吗 嗯 斜特 太感谢你了 回头等我学会了 请你跟艾米 带我们家来吃海鲜炒饭 哦 好 好 顾总 今天和秦小姐聊得还愉快吧 聊得挺好的 嗯 顾总 我客观分析 那个秦小姐好像不太适合你 怎么不适合了 小小人长得也不错吧 性格也好 还有能力 那你拒绝了我 可别人不一样 我就应该趁现在趁热打铁 跟晓晓好好促进促进感情 你可拉倒吧 就你那亲密接触恐惧症 一天不解决 你就一天没办法跟别人发展关系 好 我这病就对你免疫 我倒是想跟你 你得同意啊 顾总 这招明显不好使啊 废话 还用你说啊 你说 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顾总 我能想到的办法 您都已经用过了 你想不出来啊 你就跟我加班想 苏晶晶一天不答应我 你跟艾米也别想好好谈恋爱 不是 顾总 您和苏晶晶的问题 您找苏晶晶解决啊 拆散我和艾米干什么呀 您确定非苏晶晶不爱了 那不然呢 不然我使这么大劲干嘛呀 那我觉得 您只能对自己狠一点了 不行就试试苦肉计吧 嗯 唉 这是不是太狠了一点 搞不好还会留疤 还是换一种不见解的方法吧 这怎么一个月都没有雨啊 人工降雨 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 太冷了吧 我洗澡你进来干嘛呀 你洗澡怎么不关门啊 我那是没关门嘛 我那是没锁门 门坏了你自己不知道啊 你洗澡 那怎么屋里一点热气都没有 你洗冷水澡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要跟我一起洗啊 我对你可没兴趣啊 我对你感兴趣啊 就你这身材啊 还挑我啊 我没挑你就不错 还摆上捕了 我求求你 你可挑一挑吧 什么安柔小小都挺好的 挑去吧 是啊都挺好的 怎么 吃醋啊 我 我吃醋 就你 你还敢说我的身材 就你的身材 你最近胸肌是不是变小了啊 你自己看看自己看看 是不是在我家过 太舒服了你 你怎么知道我胸肌变小了 你不是第一次偷看我洗澡了吧 想看的话 我告诉你 你就承认你喜欢我 以后你就能大大方方地看 不用这么偷偷摸摸的 我 我喜欢你 我告诉你 就你这身材 一块腹肌都没有 你给我门票求着我看 我都不想看 喜欢你 没可能 承认喜欢我就这么难吗 我怎么没有腹肌 我什么呀 女神 没事儿喜欢玩火呢怎么 偷看我洗澡 还嘲笑我没有腹肌 哪有没有腹肌有那么重要 不行 不就是四月 是时候放大招了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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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顾总 哎呦 我要生病啊 顾总您真是病得不轻了 哎呦 我的意思是说 这屋里的温度都快媲美太平间了 虽然说爱情诚可贵 但是生命价更高啊 您不会希望 冻死之后 冻死之后 新闻上写的是 顾氏集团顾荣先生 为了引起心爱女孩的注意 成功地把自己冻死 英年早逝吧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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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